记者吴博轩台北报道,台语如果渐渐消失,不能再跟阿妈对话,真的会很难过,教育部青年署举办青年回响计划鼓励年轻人实践社会创新精神,各式议题点子迸发,但台语议题深受青睐,不仅有团队打造卓游推广,也另有团队以时下潮流为主,拍影片,为电影等推广打造属于这个世代的台语文化。 教育部青年署举办青年回响计划鼓励年轻人实践社会创新精神,做成果发表,今年共有217组团队投入关怀议题包含个人到社会,忧郁症,流口水患者等身心问题,更有社会文化层面,如女性身体自主,台语保存,媒体创新,流浪动物,偏乡儿哨教育等。 台湾男子团队成员之一,政治大学经济系大三生卢冠明表示,自己与其他校的大学生彼此都是闽南家族长大,但却发现自己不能流畅使用台语,探讨下发现没有使用环境是一大问题,决定用年轻人角度让台语重新使用。 添加诸如实下潮流文化用语,翻译成台语,如下死宝宝勒改成下死临北。 卢冠明说,团队也拍摄YouTube影片等带入情境故事,让人学会如何使用台语。 从生活,维典乃至潮流文化等角度,则普罗大众路线让台语真正被活用,甚至摆脱台语粗俗形象,带入刻苦耐捞内容,未来当品。 台成立,叛根教育,出版,译文等合作,真正打造专属这个世代的台语文化。 台湾大学资管系大二生李祖元与高中同学共创桌游团队,共三小。 他说,自己从小在伊兰阿妈家长大,随着年纪长大里香,每次回老家都面临台语越来越陌生的困扰,跟阿妈对话有时还听不懂。 但又若有一天台语真的消失会非常难过,决心透过桌游行事,让人边玩边练习讲台语。 李祖元与团队设计共三小的桌游,是结合童话故事情境,但要参加者抽牌并彼此互动,透过对话猜测对方角色与任务。 但游戏设计不得讲关键字,等于玩家要练习用其他台语来帮助猜谜。 李祖元与团队设计说,透过嘴炮方式,多练才能多学习。 真的有不会讲台语的朋友从中学会台语单字,非常有成就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